你看他上次就过敏了这样 上次贴一半脚的都贴起来 他都抓到破皮 流血 任凭护士阿姨在身上扎针 五岁的嫩嫩不哭不闹 习以为常 却让大人们看了心疼 其实年多糖的小孩 他们消除是打中神 他们小时候都打到 找不到血管 因为一直都全部都是针孔 年多糖症会影响孩子的 智能 外貌以及骨骼发展 而嫩嫩是全台湾首例 以液体期待血移植 治疗年多糖第一型的案例 两岁时移植成功 如今已能够像一般孩子般的 跑跑跳跳 甚至进入了一般幼儿园就读 只是年多糖症的重症影响 仍然无法避免 你喜欢穿背甲 为什么 我也好容易长 很怎么样 容易长高 很容易长高 可是穿背甲能冷 不能去玩啊 不能 不行 那怎么办 脱背甲才可以玩 每周打针 一天背甲还得穿上20小时 重症幼儿的上学之路 走得原本就不容易 然而今年又听闻了 重症幼儿被血宝拒之门外 家长的心情更是沉重 因为血宝它现在的界定很难 它如果不能带病投保的话 那到时候比如说它在外面跌倒 那是不是它也可以归咎于 它原本的年多糖嘛 年多糖可能肢体比较没有那么灵活 但它一样就是跑跑跳跳 学宝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会常常因为原有的疾病 回到医院去住院或是接受医疗 那这个时候学宝就会给我们很大的帮助 今年初梁小姐的女儿才因为感染住进的江湖病房 一住就是三个月 医药费20多万 但学宝一次补助上限也仅有5万而已 我要抽抽 我要抽它 沉重的经济压力 对于重症儿陈欣一家来说 感受更是深刻 因为除了女儿每个月照顾花费得花4万元 陈欣还有三个念小学的哥哥 即使是双性家庭 父母也是蜡烛两头烧 就是当你看到一个 有这种寒线疾病的学童的时候 他其实真正难的是 他后面整个家庭 甚至是他的兄弟姐妹 那其实我们真正救助 除了他这个人之外 其实你是给他后面所代表的 比如说父母亲或者是兄弟姐妹 一些可能往上的机会 邵之隽感同身受 是因为他的弟弟也是一名重症儿 他说如果从小没有社会救助机制 帮助他的家庭 今日他恐怕也会落入无法翻身的境地 而学习障碍协会也指出 学龄前幼儿正是小孩子学习发展的重要阶段 如果剥夺了这些孩子公平的受教权 只会令他们更加封闭 如果那个会让他觉得就是说 他到那个地方是他没有保障 他本来在幼稚园幼儿园该学的东西 可能要留到小一再开始学 他会觉得说那我不然就等到上小学之后 让孩子快乐上学 是每个家长最基本的期盼 不管未来人要背负多少沉重的压力 重症儿的家长忠心期盼 给他们的孩子一个公平安全的受教权利 相信孩子的表现会比想象中的还要好